其实我们这个行业的人 绝大部分都是因为热爱而坚持 编导跟我说 最近好像又拿奖了 这什么奖啊 这个其实应该是19年 因为你想嘛 我们随着年龄增长 那不可能老是主演嘛 所以我拿了一个 澳门有一个华顶奖 这我知道 最出彩小角色奖 也是一个电影就叫最好的我们 不是这个我觉得 这个组委会吧 就有点偏心 你说过去您是主演的奖 拿了一个够 现在还专门弄个 最出彩小角色奖 刚才不是说了吗 年纪大了 就是得奖的机会还真不多了 因为角色你肯定是越来越 戏份越来越少 所以我也觉得我自己挺荣幸的 就演了一个妈妈 就是最好的我们 演个女主的妈 然后其实戏并不太多 就是很荣幸的就获得了这个奖 有没有给我们带来一点资料呢 咱们现场有吗 有咱们看看现场的情况 妈 你怎么烫头了 漂亮吗 这是你同桌呀 阿姨好 我叫于怀 你好你好 我以为你们郑华都是戴眼镜的小书呆子呢 没想到这小伙子挺精神啊 妈 阿姨好 我是于怀的同桌 我叫耿耿 大姐你好 我是耿耿的妈妈 我们家耿耿啊 这次是中考试 前进了十多名呢 多亏了于怀帮他补习 实在是太感谢了 你说这话 我就有点不乐意了啊 我女儿怎么就不如你儿子了 不 我 看看妈妈 你先别生气 好吧 这事我来处理 女孩子学文科好 将来啊 可以报考新闻专业 或者是再选一个语言专业 对 再不行 当老师 工作稳定 还有寒暑假 你和女孩子学理科 太辛苦了 再说将来就年纪也不好 我当年可是全年级前三名啊 我们都是听我在这儿 这女孩子学什么土木工程 学理科 那不得胡胡把他累死 中间打击我很熟 我心里还在这儿 我心里还在这儿 你出来 哎呀 就是这个角色 得了奖了 对 所以人生啊 就是这样 你真不知道什么时候 会碰见一个什么角色 你可能在拍这个角色之前 没有想过能得个 小角色奖吧 那真是没想到 对 当然我们就说 无论是戏份多少 还是要很认真地去对待 是 没有想太多 就把这个角色演好就好 对 这也告诉我们年轻的演员 这个只有小演员 没有小角色 小角色也要好好地演